最后设计出来 这边的 宽度 这边的高度 这个spinner的高度我是把它按右键它的height把它设为 50dp 不然你们丢进来的东西会很肥大 会盖到下面的 再来第2个是 这个editas大概我把它设为100 所以 它原来放进来可能会跑很过去 甚至跑过头 你可以把它 按右键 它的height 就是宽度 把它改大概100左右 我是大概设100左右 所以会比较小一些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类似像 各位可以 利用我这边画面上面这个上面的参考一下 大概完成类似像 TestView的名称可以不用改 为什么因为将来这个TestView我们只是 做 显示用的 不会去 程式不会操作到这些TestView 所以不需要去给名称 设计完之后的话 这是第1个画面是 繁体中文的 部分 那下一个是那个 英语 最后英语你要切过来的话 这边要 这个增加一个那个 Translation 所以将来要会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出现 然后 自传支援档部分也会出现 所以将来各位可以把那个刚刚那个档案 复制贴上 分别放在 记得一个档案是分上下 你就把上面那部分放在繁体中文的 下面这个是英文的 那大概画面是这样子 那下面还有 就是 布局部分 贴上的位置 包含 繁中的跟 这个英文部分 再来就是说 Spinner Spinner加上去 那第1阶段就完成了 所以 给各位点时间 试着把这边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像这样一题 如果以那个 考试的时间来算的话 基本上他 总共是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要做学科加三题 所以大概除以四好了 除以四的话大概就是 一个题目大概是做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把一题 做完 这个答案他因为题目已经有算公开了 所以 等于就是可以让你先 练习熟练 那其实就是你的流程跟观念要非常 非常流畅 你不能说 这利用 可以可以的 然后卡住又要重来一次 那完蛋 没有时间 如果你卡住的话 更不要说后面还要 这个 写 写那个 写程式部分的话 然后如果又有bug 那你不是 起不是就没有时间了 模拟器还要载入 还要再run run 没有问题 所以特别之于就是 我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 考一个基本观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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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